11點才開 哇賽 太晚了吧 在看那個花江夏樹的Youtube 然後呢 他有一個50分鐘之後的直播 可是台灣時間是10點開始 但是日本已經11點了 問號 我以為是日本的11點 你知道嗎 結果是日本的11...不是日本的10點 是日本的11點了 好晚喔 先寫了 嗨謝謝 謝謝歡迎在市 闔斗喜歡你 嗨淺淺 嗨夜雨 東南 嗨阿Kilā 謝謝歡迎在市 歡迎在市 歡迎你喔 嗨沛聲 嗨囉嗨名利 謝謝 玫瑰 嗨阿Kilā 嗨暖風 嗨阿布莎 嗨 嗨……晚安 太多了 被洗掉了 大家明天都不用上班對不對 為什麼要發車 今天吃晚餐啊 發什麼車啊 那麼愛上車 你可以自己選一個車條 跳進車裡 你就下不去了 要來聽什麼呢 我正在想睡覺 你已經睡很多了 還是好想睡喔 我的天啊 所以我的精神是不是有問題 每天都想睡覺 欸你們有看那個嗎 你們有看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什麼 我們拍那個 我們拍那個 我們拍那個厭世照的那個影片了嗎 我覺得好好笑喔 可是我覺得有些其實沒有厭世的感覺 我覺得有些只是那種 有一種 有一種 它不是有點不像厭世 比較像性感 或是 就是一般的 就是沒有笑的表情 可是感覺不出厭世的FU 不知道怎麼說欸 就是沒有那種 沒有那種真的厭世的感覺 嗨 嗨 變成鮮你們快肉日一下 謝謝去變成鮮罐 謝謝蔥莫的草莓 香蕉 你看放假 我沒有放假 我沒有放假 應該說什麼蠢話 我煩惱 你看我今天的晚餐超風 超風險的 這麼大袋欸 超大袋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非常的幸運 謝謝太空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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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覺得我需要調理身體 花絮 我已經很久沒有睡好覺了 昨天睡了好久 可是我中途還是有醒來啦 睡才睡了很久 對 我覺得有些看起來沒有到 那麼的厭世 就只是覺得 有一點就是那種 小小的性感的感覺 可是沒有厭世的view 嗨 黑魯 現在還越性感 見命的玫瑰 嗨 魚澤 嗨 龍吉士 嗨 崩丸 嗨 嗨 小蘭 為什麼有表演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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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白癡 有妹子就要聽一下 哪裡有妹子欸 這不是滷味 這不是滷味 這叫鹹水雞 看清楚 發現我的網路很笨欸 我剛剛已經把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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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的那個網路的那個連線啊 的自動就是關掉了 就是那個什麼 自動連線嘛 然後我把它關掉了 它自己還開起來欸 可以不要那麼可怕嗎 我都按關掉了 超多的 知道為什麼這麼多嗎 對 這隻是剩下的 呵呵呵 他可能也覺得我太瘦吧 呵呵呵 沒有啊開玩笑 他想說 因為他也要收了 然後因為剩下沒有多少 就是他的肉已經不夠了 就是所以他都把所有的菜都給我了 超多欸 你知道這邊多少錢嗎 這邊只花了我一百塊欸 超大的啦 好開心喔 這次是我的晚餐 這是我今天的第一餐 然後 你不要微笑 很可愛欸 他其實是鹹水雞 鹹水雞 謝福爾本心之怪 喔 真的嗎 是哪一間的欸 好好奇喔 因為是我 我就有去過蒙雞 跟一間在那個 台北 台北車站附近的 我可以搭訕人家啊 哈哈 正當搭訕 不是我好像真的很爛欸 你知道名字已經關掉了 他還給我連線欸 超可怕 好來看清楚 看清楚是什麼 你沒有買過鹹水雞 應該大部分都吃過吧 可是他的部位就是只剩下那個 雞翅的部位 其實我很不喜歡吃雞翅 因為雞翅本來就沒有什麼肉 嗨阿澤 因為整隻雞翅的肉其實沒有很好養 沒有很好咬 那我要咬好久喔 而且我沒辦法吃皮的部分 因為皮太難嚼了 可是我咬不動 對阿 他可能今天賣的比較快 可是就沒有什麼肉 沒有你自己去查鹹水雞都是這個價錢 都是100塊 台灣 台北的價錢都一樣貴 台北的價錢都一樣貴 他們放的都是一個餐 然後就是 搭起來是100塊這樣 一個這個是 雞 我記得是雞腿嗎 雞胸 就是半個雞胸 加三樣菜是100塊 通常都是這個價錢 不管哪邊 台北不管哪邊好像都差不多這個價 但是我基本上就沒有很便宜阿 而且雞胸都蠻貴的 嗯 咬不動 好白喔 口雞胸都蠻貴的強 對啊 他不知道什麼都自己開起來 嚇死我 太小說 好啊 魔法兔子村 嗯 中原大選 怎麼好像聽到很遠阿 應該不是台北的吧 中原在台北滿不是吧 我記得中原好像不在台北 對阿 對阿很多田牙 這很貴 雞胸 那應該是雞胸吧 雞胸加 三樣菜100塊 這很貴阿 潛水機一直都好貴喔 我買雞胸 我買雞腿60-90 好貴喔 算阿 總之鹹血雞板就偏貴 喔 這貓買的 喔 三丁的 一般都是路邊攤吧 嗯 嗯 沒有阿 鹹腿機有很早開的阿 有些鹹腿 趙芬鹹只有從晚上 開始開的 他最近就是差不多晚上的時候開始開 大概6點左右吧 6點的時候 可是今天好像賣的比較快 我覺得是因為明天要假日的關係 所以應該就 比較多人買吧 嗯 怎麼可能沒買飲料當然有阿 只是那個店員很好笑 因為我講 我一邊講 微糖去冰 然後他還沒聽到 我就說微去 然後他以為是 微冰去糖 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做了微冰去糖 傻眼 我現在是喝沒有糖的 觀音拿鐵 要瘋了 你知道 我只要喝下去 嗯不是阿 怎麼一點味道也沒有 然後後來發現 我就看了一下那個表情才發現 他就有做反了 去糖微冰是怎樣 快笑死我 好煩喔 我只要誤會我的意思 討厭 但我喝無糖的奶茶 我超不喜歡無糖的奶茶 我都喝微糖 我都喝微糖 沒有糖就覺得很奇怪阿 我不習慣阿 我不喜歡沒有糖奶茶 對啊 因為他跟我說要收了 他說阿不然吃下的菜都給你好了 我說喔好 呵呵呵呵 反正一點點肉也沒差 因為我很喜歡吃菜 終於超 對啊好像我是覺得蠻遠的 很像吃洗飯配肉粽 就沒有味道 我喜歡吃雞胸 我不喜歡吃 我不喜歡吃雞翅 雞腿還可以 可是雞翅就沒有肉阿 誰要吃雞翅阿 我最喜歡吃雞肉 所以我 通常雞肉我都一定要點 就是有肉的部位 海盛折曼 現在夜市裡 算早收 沒有阿 他不是夜市阿 他就是一般的路邊攤 吃豆 沒有阿 他就只在那些菜阿 他就只有那些菜 不然你要我吃什麼 現阿法的貓咪 他在雪中神速 可以養 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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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乏 我還沒去糖什麼啦 煩死了 然後我的 我想說為什麼 只是喝不出 甜的 我想到阿 一開一開 他根本就悔錯意了 因為我都講 我都講 我雖然都是微糖去冰 可是因為他們可能是聽 先聽糖再聽冰 欸沒有 先聽冰再聽糖 可是就是 我剛開始有時候 我是講微糖去冰 然後他沒有聽到 然後我就講微去這樣 然後 受不了 我以後都要講完整的 他氣死我了 為什麼要誤會我的意思 我超不喜歡沒有糖的奶茶 好難喝喔 就沒有糖阿 一點也不會甜 可能只有原本牛奶的 一點點味道 可是牛奶的甜度也不夠阿 而且他的茶是無糖的 想要跟他心靈相通阿 神經病 有 有人真的去糖 我之前就遇到一個女生 她排我後面 我就聽到她說 我要一杯奶茶 她說她也是關於奶茶 她竟然跟我說 她要無糖 無糖耶 因為 我整個就塞了 嗯 不會很難喝嗎 就我覺得奶茶沒有甜度 就很噁阿 就是很噁心 就是去喝起來會很奇怪 為什麼你們可以 喝無糖的奶茶 太厲害了吧 他不是新人 其實他們的 聽的可能剛才是相反的 我覺得 好難拿 他也沒有 為你 太大的代了好難拿 謝謝阿爾法的貓咪們 很酸 我不喜歡吃雞皮 我其實還蠻討厭吃雞皮的 我最喜歡吃炸的雞皮 可是軟的雞皮我很不喜歡吃 我哪有在說軟的雞皮 天啊 剛好女人病來真的是受不了 太宴 什麼鬼 嗨青蘋果嗨魚者 嗨斯文 好冷喔 奶茶無糖很奇怪 而且我不喜歡 我就是不喜歡沒有糖 我頂多一定要加一點點糖 但是我不喝無糖 我不太喝無糖 我喝無糖真的就是有茶類 我才會喝無糖 可是奶茶類我不知道為什麼沒辦法接無糖 因為我會覺得喝起來很奇怪 嗨公 嗨海 星星海 嗨姨妹姬 嗨姨湖 對啊 我為什麼會有微冰去糖 不會這樣講 因為我是講微去 一般應該是微糖去冰 微冰去糖也太奇怪了吧 加鮮奶 加鮮奶的話無糖不行 我一樣不行 因為鮮奶的甜度 應該也不夠甜 它那個 它就在那邊 我這是加鮮奶的 可是我喝起來是沒有味道啊 沒有甜的味道啊 是不是它是用低脂 低脂鮮奶一隻 好好笑喔 烤雞皮我也喜歡 就是脆脆的我都喜歡 可是我沒辦法吃那種 沒有烤過也沒有 就是只是熟了的那種皮 我不愛吃 我不喜歡吃一般的那種皮 派雙眼 派雷 派雞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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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糖的重度一定要有糖啊 黑糖沒有無糖的東西啊 因為黑糖本身就會甜啊 所以黑糖不會有無糖 頂多就是不加糖啊 就是只有黑糖的甜度 可是黑糖本來就會甜啊 沒有差吧 派雞 比較多的奶茶 只會喝到一種 茶酸 可以做到有在想這客人還是怪咖 他才是怪咖吧 讓人聽成這樣太白痴了 鮮奶甜度不夠 嗨 Sebastian 嗨得體 鮮奶 我也覺得他鮮奶應該加太少 嗨老沙 我一直都有在喝牛奶 我只是覺得 喝牛奶也沒有什麼用好不好 而且喝牛奶也不會比較健康 就跟喝牛奶好像會一直長高西一樣的迷思 因為牛奶裡面的營養成分也不夠 就是 只喝牛奶 其實多喝牛奶好像也沒什麼差 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差 因為我很喜歡喝奶茶是不是 而且我都不加 我不加奶精我都是加鮮奶的 你剛剛說什麼 為什麼 蛤 不懂 其實奶味甜 是要喝牛奶 為什麼要喝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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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嗎 我覺得應該沒差吧 為什麼那個奶要喝牛奶 應該不用吧 我覺得那個奶應該不是喝那個重點 是不能喝冰的耶 但我還在喝冰的 哈哈哈哈 拉花跟奶酒 奶酒類 微冰 微糖去冰 我都喝微糖去冰啊 我不懂為什麼他會給我調一個無糖的 而且他明明就看過我好幾次了 因為我超常去的 然後為什麼他還可以 不知道我要喝什麼口味你知道嗎 我幾乎都是點那個 我幾乎沒有變過 通常都是微糖去冰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媽在給我做什麼無糖的 傻眼 不過蛋白質沒有必要 而且 牛奶裡面的蛋白質其實也不夠 嗨魚者 而且牛奶 通常市面上的牛奶 都是有稀釋過的 他絕對不是純的 他不是那種最純的牛奶 對我來說市面上的牛奶 都是加工過的 不是最純的那種 我家 我家 我家有拿 我家有直接去 呃 我家有直接去養牛場 直接去 養牛場 然後 請他直接擠那個鮮奶給我們 我們是拿那種熱乎乎乾擠 就是 你應該說暖乎乎 是不是熱的 有點溫度的那種 然後 就是直接從 對他就是直接 擠好 然後給我們的那種 所以他會有點溫溫的這樣 那個才是最純的牛奶 不過呢 對很貴 而且很麻煩 因為你要一大早去拿 就是覺得蠻麻煩的 你家以前會這樣 但後來就懶了 因為實在是太麻煩了 就是還要 就是騎車上去啊 然後上去之後 我們家怎麼很癢 牛想太多 牛很貴欸 牛沒有想像中那麼便宜 然後 還有吃掉什麼的麻煩 然後你家就是 我媽就是自己煮 然後自己加糖條這樣子 剛剛吃的牛奶 確實是沒有味道的吧 就是生乳的味道 媽媽的味道不是啊 媽媽的味道 謝謝看母語的貓鈴鐺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吃雞蛋欸 其實 因為我不太喜歡自己煮蛋 而且我也懶得自己煮飯 所以通常我不太 有可能會吃到蛋 就如果我那一餐裡面沒有蛋 我就不會吃到蛋 嗨 嗨 嗨 勇者的行為 沒有 因為我其實是那種 不太會有 不太會有感覺的那種 我頂多就是覺得悶悶的這樣 可是我不會很痛啊 什麼的 會很少會有很不舒服的時候啊 嗨小皮 我個人還是喜歡喝全紙的 因為滴紙就沒有味道啊 我覺得滴紙喝起來會有點 就是比較接近深入的那種味道的感覺 就是我不太喜歡 因為有點腥吧 謝謝歡迎戰士的咖啡豆 嗨泡芙嗨文 不是是體質的問題 那不是什麼年不年輕好嗎 我媽本來就是這個體質 所以我就是這個體質 嗨阿丹嗨123 而且有些女生本來就沒有感覺啊 不是每個女生都會這樣好嗎 就是 有些女生會 會有 會比較容易 痛 但有些女生其實沒什麼感覺 就是體質的問題 那跟年紀沒有什麼關係 有人老了還是沒有感覺啊 因為我媽就是這樣 哈囉德成 中語學到什麼 都會有 中語學到商店 此外為隨時 是個子 做生一些 中語學校 中語學到輕輕的 中語學校 中語學學生 在那裡的心裡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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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質有熱 滿水 就看個人吧 但通常女生的話 會用熱水帶 就是比較容易不舒服的人的話 就會拿熱水袋 就是浮在肚子下 之類的 就會減緩吧 我有時候也會 比較不舒服的時候也是會 還是會有很不舒服的時候 但是蠻少的 嗨阿米嗨瓜瓜 真的還是很不舒服 那好像不是那個來吧 我覺得 那只是 可能我剛好心情不好 之類的 害小愛害流星 是一個不太會 隱藏自己情緒的人 如果真的心情不好的話 我可能就會 看起來 有那麼一點點不高興之類的 呵呵呵呵 呵呵呵 那裡有準備冷水袋嗎 我沒有擦阿 我只是用不用的米擦 其實我就是過了就好了 通常隔天就會好 所以其實我做的時候沒什麼擦 好 謝謝任何的草莓害小青 對 因為我很容易失眠阿 或者是睡不好阿 其實睡不好就很容易影響到情緒 因為就是很 就是睡你知道睡眠不足腦袋就會很 就是腦袋就會比較容易 就是 沒有那麼的清晰 就是會覺得 做什麼事情那麼不順吧 畢竟睡眠本來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你知道嗎 就是人類裡面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一定要睡眠嘛 睡眠品質擦的人自然就 就會比較不好 那個 不然就是臉色蒼白吧 我覺得那就是應該只是妝太白吧 呵呵呵呵 因為我以前的妝會很白 就是我以前的底妝蠻白的 我覺得 就比較沒有什麼血色 而且有時候 腮紅就掉色阿 我就會忘了 就會看到它沒什麼氣色 嗨 邦維 二月嗎 我覺得還好耶 嗨 布林 嗨 溫克斯 恩 謝謝大家可以 如果對 這樣不要問那個問題 因為我沒有辦法回答 謝謝 雖然不准容易有法集中 對 可是我就是那種人 就是 我只要沒有睡飽 我心情就會超差 或者是就是會很容易恍神阿 就是沒辦法 你沒辦法很集中 因為你就是沒睡飽阿 就是你做什麼事情都沒辦法很集中 然後 可是很麻煩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要去看個什麼 睡眠的 然後上那個陳人都跟我說 陳人跟我說 欸你要不要去看一下什麼 睡眠醫生什麼東西 就是不是有那個嗎 就是有一個 可以 就是 測你的睡眠品質的一個機器這樣 有那個儀器阿 不是嗎 就是看你的那個 睡眠是哪裡有問題 什麼 然後就是會 幫你進行改善阿 什麼那種東西 那個儀器 我覺得我還蠻需要的 卸身的螢火蟲 可是我應該有機會要去看一下 去測一下我是哪裡有問題這樣 而且其實我也沒有到很常做夢 什麼的 可是 因為聽說一直做夢的話 反而會很容易更 就會更累 可是我其實 其實人類的潛意識裡 一直都在做夢 只是你會有印象的夢很少 但所以每個人應該每天都會在 每天都會做夢 可是我很常 可能就是睡一睡又醒來 睡一睡又醒來 之類的 我會認床 不會 就那個好像沒什麼關係 而且我睡了那麼久 就是 偶爾好偶爾不好阿 就我很累的時候 我才會睡得比較好 但我如果不累的時候 我就會 就是睡不著 我就沒有辦法睡得很熟 我就是會很容易被超醒 我真的就有 除了這種超級累 我可能才會睡超熟 你可能 開門關門我都不會聽到 但是如果沒有到那麼累的情況 我就會很容易被超醒 所以其實還蠻麻煩的 嗯 不知道阿 我覺得可能是小時候 有些什麼奇怪的陰影之類的造成的吧 就是人都會有一種 就是 對 我覺得我應該是什麼 有什麼奇怪的 有什麼陰影之類的 然後導致我現在睡眠不好之類的 就有可能 嗯 等一下 又再生血出貨再進 謝謝 反正我都有 對 都有啦 對 我只是不能明講嘛 因為太麻煩了 我也不是不想講 哈哈哈哈 就是大家請不要問那種問題 因為我們也會拉不出一個雖然來 我們整天講一個官方的說法就是 喔我們會再詢問姐姐這樣 哈哈哈哈 謝謝 哈囉托摩 歡迎去月圓蘭 也不是耶 我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什麼的話 就睡眠就很不好 我小時候聽說不會阿 小時候聽說我睡覺很好 但我早上的時候就不好了 嗨 嗨 嗨 醒來又好難再睡 這我會醒了又睡醒了又睡醒了又睡 就覺得好累喔 我沒有看中醫 蟹脫魔鳳梨跟香蕉 太多了 因為我不怎麼喜歡吃中醫藥 所以我不太 我不太 我有點抗拒看中醫 因為我不喜歡吃中醫 因為你看中醫就是只能吃中醫藥 然後我又不喜歡吃中醫藥 又好苦喔 很苦又很臭 差點滑掉 對阿 所以其實還蠻困擾的 還有勇哥 謝謝阿法 謝謝阿法 帶你去流浪 吃過阿 那個對我沒什麼用耶 我小時候常常吃吃虧物 而且虧物只是調理身體 他好像不會讓你 比較好睡覺 吃得不是的喔 超少的貓咪 欸還好啦 我都已經這樣了 看起來還不是一樣很健康對不對 還可以啦 我喜歡枸杞耶 可是我蠻喜歡枸杞的 可是 就不怎麼喜歡吃藥粉的那種中藥 因為我覺得藥粉狀好臭喔 是不是會有很重的那個 中藥味阿 就不太喜歡 等一下喔 對啊 我已經放棄了我的身體了 聽起來很可怕 沒有啦 就 再看看吧 我真的很討厭吃中藥耶 五十場耶 很快耶 五十場 性感 可是我不喜歡中藥味道 會很苦阿 這太麻煩了 根本不會自己燉中藥 太麻煩了 根本不會自己燉中藥 好累喔 我很懶 我不會自己 而且我沒有自己燉過中藥 雖然可能就是把藥材放進去這樣 然後加到水之類這樣 這我就是 我沒有自己燉過中藥湯阿 我蠻喜歡喝的 可是 藥粉的話我就不 我就不怎麼喜歡 那那是因為你碰到的那個藥完 才會覺得苦 所以你碰不到阿 可是你 沒碰到就還好 可是你 你吃中藥怎麼樣 都一定會碰到中藥阿 所以 因為它畢竟是粉嘛 所以我蠻不喜歡吃中藥的 嗯 對 中藥其實很貴 嗯 但我以前吃過的條 藥也是調理身體的 要好幾百塊耶 雖然說可能它可以吃個一兩個月啦 沒有 當然不是阿 是中藥包 然後要煮成湯的那種中藥包 我沒有煮過 我沒有煮過單純喝的耶 我們家都是直接煮成湯 太得體 真的很難耶 反正沒有做過中藥 嗯 就是像有些心理壓力 什麼 那個吃藥是沒有用的 你就算吃了中藥 吃西藥什麼都沒有用 因為心理層是最難治療的 你就算吃了再多藥都沒有用 因為那是心理層沒有問題 就是你除非真的 可以看開或者是自己想開的話 吃再多藥都沒有用 它是跟憂鬱症 抑鬱症是一樣的概念 那種東西只是抑鬱你 那你不會那麼容易想太多什麼的 可是 藥基本上就是藥 它沒辦法治癒你的心靈什麼的 所以像那種心病啊 什麼的 我覺得吃掉一點又沒有 嗯 我蠻喜歡吃藥人的啊 我超喜歡吃藥人的 這也去冰了 掌聲果粒 我喜歡吃中藥雞湯 我超愛 可是 雞藥自己賣 呵呵呵呵 我媽以前就會煮中藥的雞湯啊 會是食物雞湯之類的 我很喜歡喝雞湯 可是 我不會自己煮啊 我不會煮雞湯 嗨阿仁 嗨阿仁 黑雷太空的按鈕 謝謝阿仁的貓鈴鐺 喔 可是其實有時候西醫反而沒有用 因為西醫沒辦法治到根本的問題 就譬如調理身體好了 就是 西醫通常就比較沒有效果 他總之就是會叫你什麼多休息啊 調整作息啊 什麼的 但突然 西醫沒什麼用 可是西醫可以治療比較 臨時的狀況 就是感冒什麼的 雖然中醫也可以 只是感冒就會 感冒就會 感冒的話 中醫的話就是要比較長的時間 因為它是 它是由 它是由 怎麼講 它是從你的體內 它會調整你的身體 讓你慢慢變好 可是西藥就是比較 比較 急性的 就是比較治療急症的東西 就是它沒辦法 製造根本 所以 通常有些人會比較喜歡吃中醫 但是我好喜歡中醫的味道 雖然我明白那個道理 可是我不喜歡吃中醫 我不喜歡吃中醫 真的 真的是 這個阿法新之冠 思覺思調症 欸 你是說什麼 憂鬱症那類的嗎 現在叫 思覺思調症 好難念喔 有沒有比較好念的方法 好難念喔 謝謝Jack的 什麼什麼起不中 他的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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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他的 金牌起不中 菜豬肉的粉絲 絲絲 那種難念 絲絲的咖啡豆 好 如果哪一天想開 我就會自己去買食中藥師 呵呵呵 可是我是一個很 我是一個很沒有辦法正常作息的人 所以吃藥對我來說也是亂的 所以根本沒有用 因為如果你真的要正常吃藥的話 你的作息也必須是正常的 可是我的作息就不是正常 所以吃藥也不會是正常的事 這還是最麻煩一點 這還是最麻煩一點 因為 我沒辦法正常的時間吃藥 有點麻煩 笑他很冷心之外 太飲食 太凡是求個圓 他怎麼都吃吃藥 我都吃洗藥也是 很爛 時間很爛 這不太可能啦 因為我不會煮中藥 對阿 可是我其實就沒辦法 什麼三餐後阿 或者是什麼正常的時間 什麼的 我連三餐都有困難 你知道嗎 就好像我今天我只吃了一餐 我完全不知道我要怎麼吃藥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他好像有點要回來 被鎖在門外了 被鎖在門外了 我回來了 人 OK 繼續 好好笑喔 什麼為了吃藥先吃東西 對啊 有些大部分都是要先吃東西才能吃藥 就會比較麻煩 不可能 我沒有辦法正常的時間爬起來 就是 沒辦法正常的吃三餐 因為我有點不會 我有點沒辦法正常的時間爬起來 如果沒事的話我也不會 一早就爬起來 而且我真的沒辦法 就是有點吃不了三餐 因為吃三餐的話太花錢了 對我來說有時候是因為 太花錢了 如果我要吃三餐的話 真的太花錢了 我吃完三餐我可能就 不用出門了 可能就沒錢了 對吃完三餐我可能就沒錢了這樣 沒有辦法每天都吃三餐 因為實在太花錢了 看一杯 而且都為了為了吃早餐然後早起 可是不知道幹嘛 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早上吃完早餐然後 嗯 睡覺 還蠻好笑的耶 就是早上吃完早餐然後繼續睡覺之類的 所以這還蠻好笑的 我有吃到三餐的時候啊 工作的時候 這樣聽起來好像有點奇怪 工作的時候會吃到三餐啦 沒有的話就是亂吃這樣 沒有事情說我都是亂吃 就是餓了在吃 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 嗯 哈囉 學校的時候嗎 不行啊 大學就沒有三餐的概念了 因為大學就不會每天都早八 做運動 做運動你也不可能 你做四個小時啊對吧 你又不可能吃完早餐 然後做四個小時到中午再吃晚 再吃中餐 當然不可能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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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中間那個誰就是 笑幹嘛這樣 哈哈哈哈 好好笑喔 而且就是很花錢耶 你要想想我如果我吃三餐的話 我一天這個要花三百塊耶 三百塊 這樣算好了 如果一天就要花三百塊 這還是最少的錢喔 還沒有加車費 三百塊 30千 就九千塊了好不好 加上如果一個月花一二八零的車費 就一零二八零了 然後你還要算什麼 有的眉的東西 什麼 電話費 電話費一千塊 電話費一千塊 水電費 水電費可能兩個月繳一次嘛 然後也算一千塊好了 一零二八零這樣 一個月就已經一零二八零了 然後你不用想 女生一定還要花有的眉的對不對 什麼化妝品啊 或者是什麼日常用品啊 女生還有那個來的問題啊 什麼生理期啊 那個也要花錢好嗎 不要覺得這是免費的 這樣女人有多麻煩嗎 這女人的消耗品真的是超麻煩的 那個至少也要花個 兩三百塊 你知道 好好笑喔 這就已經超過一萬二了 你知道嗎 這一個月耶 好可怕喔 而且這樣你看三百塊 來吃的好了 而且因為有時候我不會吃 我不會一直買月票 因為我不確定我會不會每天出門 你知道嗎 所以我有時候直接 就是儲值 然後 就是儲多少扣托多少 所以有時候可能也會超過一二八零 因為我有時候不會直接買月票 所以很麻煩 那個還可以省一餐 省一餐是怎樣 什麼鬼 這樣你不要想 你可能一個月裡面 你還會有別的花費 就是休閒的花費嘛 你總不可能一個月 然後你什麼都不 休閒的你什麼都不休閒也很奇怪啊 就是你會很憋耶 你知道一個月 一個月就是 什麼都沒有 什麼娛樂都沒有 你不覺得BH就死了嗎 要死掉 你可能還要看個電影啊 吃個飯啊 吃個比較貴的飯啊 你知道是那種可以打卡的飯這樣 跟你講 你就算少買那個周邊 你也存不了錢 你覺得你在台北 你也少買周邊 你會存得了錢嗎 我覺得應該也很少 對 反正我的狀況 大概就是這樣 我就算不買周邊 女人也要買化妝品 保養品 衣服 好不好 你真的不用花錢嗎 要啊 你以為那免費的喔 不知道在氣什麼 才有事 反正這女人很麻煩啊 千萬不要當女人 我現在就很想趕快變男人 男人不用花那麼多雜七雜八的錢 女人要花一堆雜七雜八的錢 多累啊 什麼語樂都沒有 對 你不覺得你沒有娛樂 真的是會憋死欸 你要是一個月就這樣活 我跟你講 你絕對會 你絕對會得憂鬱症 你這一個月 永遠都不要花 不要花任何別的費用 你就是只花了 吃的交通費 房租 水電費 電話費 網路費 跟你講 你絕對會死掉 你一個月這樣就會撐不下去 你可能一個禮拜都撐不下去 你就是沒有別的 沒有別的娛樂的話 你絕對會死掉 真的 人沒有辦法 沒有娛樂 你知道嗎 超可憐欸 你這樣很壓抑欸 你真的會覺得 好像要爆炸的感覺 你知道嗎 好歹也要去吃個 什麼好吃一點的飯啊 什麼的 你怎麼不可能每天 三餐都吃什麼滷肉飯 拉麵 那種很便宜的 那種很便宜的 拌菜之類的 根本沒有辦法這樣過生活好不好 嗨 哥倫94 那台北一天300便宜了 對 只是這樣很便宜 還沒有算 這台說一天大概 一餐的話 大概也是花個 一兩百塊吧 因為還有喝的嘛 我又是一個就是 沒有飲料會掛掉的人 呵呵呵 吃我很嚴重 就是我雖然要喝 我可以喝水 可是我覺得沒有辦法 只喝水 所以我還是會買個 飲料喝 就是沒辦法 已經太習慣了 每餐都會兩百 蠻貴的欸 我還好欸 大概 一餐的話大概快 至少就是一定要一百塊啊 因為還有加喝的嘛 大概一百一百五左右這樣 對啊所以才說 辦不到 你知道完全辦不到存錢這件事情 你要問我怎麼存 每天吃泡麵當然可以啊 每天吃泡麵大概結果就是我得癌症之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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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在裡面好像拿去 全部老錢啊真的 太難了 而且還要繳一堆費用什麼的 我覺得不太可能 好好笑喔 好好笑喔 這張片 四千找吧 我以前都蠻多一千找吧 可是大四之後就不太會有課了啊 對啊我吃 因為台北真的隨便買都要一百塊啊 這還蠻貴的 嗯 偶爾也想要吃個垃圾食物 對我也這麼覺得 玩一年可以活下來 那很厲害啊 這如果你的休閒就有那個的話 當然是很好的啊 因為你就不必再花費別的東西 對啊 那當然是很好啊 這如果像我花費真的蠻大的 因為我很就是那種 比較 興趣比較容易花錢的人 嗯 就是可能我看到喜歡化妝品啊 或者是衣服啊 我就很想買什麼的 我不要 借不掉飲料 認辦不到借飲料這件事情 我一天會 我一天不喝飲料我會瘋掉欸 我會整個啼笑 我會躺在那樣 我會躺在那樣那樣說 我要喝飲料 我喝飲料這樣 馬上變屁孩 我要飲料 超好笑 我把他變臭小孩這樣 太麻煩了 你真的每天吃泡麵 你也不可能每天三餐吃泡麵啊 怎麼可能吧 你會吐好不好 你只要吃一個禮拜 每天都吃 而且三餐都吃泡麵 保證你直接吐 絕不可能 一定會吐 因為實在是 太噁心了 我一天 我連這兩天都吃泡麵 就已經覺得不行了 就是 重複率太高 我會覺得很噁心 我又沒有開車 我又沒有騎車 我自己 我也很想啊 現在汽油那麼便宜 好好笑 汽油便宜 我吃飯不喝糖的 所以沒有差 這我都喝飲料 好 摘一張啊 摘一張找到超過一萬塊啦 好好笑 嗨祈福 嗨夫妮 沒差啊 我還好 我只是沒有很在乎飲料的糖分 因為我一般吃什麼 甜食的糖分 可能都比飲料還要多 對我來說沒什麼差 而且我昨天喝油糖飲料 我就 就長這樣 超壞 可是 沒差啊 呵呵呵 我是陪你喝飲料的人 沒有關係 呵呵呵 好欠揍喔 人家會被一堆人揍 我不要 我不想煮菜 而且煮菜就很麻煩啊 你自己煮菜 你也是要花瓦斯費 你不要以為煮菜不用錢 煮菜也要瓦斯費好嗎 人家瓦斯費比較貴耶 開火是要花瓦斯費的好嗎 我們是天然氣啦 你知道天然氣很貴耶 因為天然氣還有 洗澡也是用天然氣啊 因為洗澡是加熱嘛 就是 水 我們的是熱水器 加熱也是用天然氣 瓦斯也是用天然氣 你知道天然氣的費用有多貴嗎 泡麵會膩 泡麵真的超膩的 那我不怎麼開火 因為我覺得開火也是要花錢啊 也是要花天然氣的錢啊 開火又不是不用錢 火要錢啊 火要錢食材也要錢 就什麼都要錢 很難耶 我真的戒不掉耶 一天不喝飲料就覺得哪里怪怪的 好壞喔 你就是會覺得嘴殘 對 你就是不喝飲料就覺得嘴殘 我就瘦 我就瘦 不喝飲料 沒有我今天喝無糖啊 好健康喔 真的不還有用無糖欸 對我會把廚房爆掉不行 這一組它那個廚房會爆掉 我跟你講 貓罐頭也很貴 沒養過貓就 就會覺得好像養貓很便宜 我跟你講養的寵物超貴 有時候養的寵物還比養一個人貴 沒有啦 如果黏寵那隻寵物的話 一般花費也是要幾千塊 貓的話 嗨 GXA 而且我超不會煮飯的 我煮飯就是很基本的那種 我沒辦法煮到很好吃的 喝多久 我可以喝很久 要看情況 我有時候可以喝一整天 我有時候 但如果像那種 邊吃邊喝 或者是 我在家喝 我飲料會比較快 因為就是它知道 就是我沒有別的事情做 我就會一直喝 或是一直吃 就是我很容易嘴餐 我就會一直吃一直喝 一直吃一直喝 這樣 看我要多一點點就要省 煮好煮滿 當然是一起share啊 可是就是會變成說不好 就是不好 就是沒辦法 因為像我就不太快開火 像七七跟小迪就比較常開火 但是因為工費 就是怎麼講 天然氣什麼的 也都是大家自己share 可是我還是不想開火 因為我們沒辦法一起煮 因為我們的吃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我們吃的口味也是不一樣的 我們沒有辦法就是 煮一煮然後大家一起吃什麼 而且你要一個人煮 那麼多人的分也很難 而且有時候就是 可能那個人就有那個人在家 所以他當然是一個人煮自己的東西吃嘛 所以就是很麻煩 因為我們的時間有時候不是固定的 用煮清淡一點可以省一點 我就是不想自己煮 但是沒辦法自己煮飯 這好麻煩喔 很麻煩 瓦斯品那種來用 可是我沒有那種東西啊 我沒有那種 對我沒有瓦斯爐 瓦斯爐也要錢啊 我們這邊沒有瓦斯爐啊 就算有我肯定也不會用 好好笑喔 可能說瓦斯爐牛才好 他的軍委 有啊他剛有來啊 烏湯又來 他可能掛著 他可能在忙吧 要色情水瓶座 我跟你講水瓶座是最難說服的 因為水瓶座太有自己的個性了 但是水瓶座有時候很固執 他固執的點很奇怪 我固執的點也很奇怪 這個牛肉肉感覺好像在吃蔬菜 還有吃的時間 對所以很麻煩 大家在吃的時候我在睡 欸對大家在吃的時候我在睡 他們煮完喔 然後我剛起床 好香喔 超好笑 我都聞到時候 啊七七在煮飯 超好笑 瓦斯爐剛在啊 瓦斯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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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阿翔 我會買 大罐的回家慢慢喝 對 可是我 我很喜歡喝手啊 因為我覺得 一般超商買的也是 也是 也是 也是那個 工廠出來的東西啊 對我來說都是不營養的 反正哪裡都是不營養的啊 你不是自己煮的 不是自己做的都是 都是加工過的啊 所以這段手搖 我可能還覺得好一點 因為手搖就是 擦什麼的也是自己泡的嘛 然後再加牛奶什麼的 我覺得可能比那個 工廠出來的東西好一點點 因為你不知道 它裡面加了什麼東西 而且我覺得 索瑤 索瑤 比較配合我的味 口味吧 但是一般的飲料 一般的 超商就是 永遠都是那個味道 就是固定的 水平座很麻煩 水平座超麻煩 水平座就是 是一個 也蠻欠答的情緒 水平座你講話講到一半 你怎麼會很想揍他這樣 哈囉 水平座都是怪人 水平座都很怪 水平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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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瑤 不是嘛 就是你開店還是得檢驗啊 衛生什麼東西的 但是 反正我是覺得還好啦 我沒有覺得 會誇張到就是 用很爛的東西給你什麼的 因為我覺得 就是 工廠家用過的東西的 成本也沒有很高啊 但是它還是可以賣得很貴 因為我覺得沒什麼差欸 這什麼都是偶像 什麼東西啊 腦子很怪 對 就是 反正我只是聽聽而已啊 對 那我也會 我也只是聽聽而已 哈哈哈哈 不用特別勸說 因為我也不會做 我超固執的 就是喜歡喝飲料沒辦法 那種東西也難改 就跟抽菸一樣啊 我也可以說抽菸不好 但是還是有飲料抽的 那種到底是一樣的啊 而且抽菸更不好啊 抽菸怎樣都不好啊 比手搖比較好吧 至少喝手搖不會得癌症啊 或者是 得什麼奇怪的東西啊 除非喝太多啦 除非喝太多啦 喝太多應該有可能會 所以我覺得適量就好 我也沒有到很誇張的那種就是 因為我喝一個飲料 我可以喝超久的 就是 我一天可能就可以喝完 我可能一天我才 我就 我才能把那個東西喝完 因為我很多人都是 但是 我也會過一個很可怕的是 他一天大概要喝三杯飲料 三杯耶 不是啊 重點是 那時候你喝過多的情況 你才會得糖尿病 其實糖尿病沒有那麼容易得 而且抽菸也會得糖尿病 喝酒也會得糖尿病 好嗎 因為我爺爺就是因為他太 他很常 他每天都幾乎都一包煙 然後又喝酒 又不怎麼吃飯 他才 就是才得糖尿病 他又不喝飲料 他也不喝飲料 他也不是得糖尿病 其實糖尿病有很多原因 而且只喝手癢 其實 不會 除非你喝得很嚴重 但是其實你吃量化 不太可能會得糖尿病什麼的 那所以你喝太多了 就是喝過多才會造成 但是其實你又 沒有喝那麼多的話 他也不想 不會那麼誇張 對 而且我也不是那個 而且我也不是 是喝得很嚴重的那種 我這只是 因為我一杯飲料我可以喝很久 大概 一天我只喝一杯這樣 喝酒會啊 喝酒會了 喝酒抽菸什麼都會 就是 對 可是就是不太好 但是就是因為 畢竟就是 有些人就是借不掉啊 所以也沒辦法 其實也不好說什麼啦 因為就是 真的就是沒辦法 因為每個人的 對 能 能怎麼講 因為有時候就 也沒有辦法去勸說什麼的 糖尿病人可能是遺產 但是他只是增加了那個 機率而已啊 如果你不去做那些飲品的話 你可能也不一定會得糖尿病什麼的 如果要真的要得的話 應該早就得了吧 而且我本來就不是那種 喝飲料喝得很甜的那種人 就是 偶爾 但是 其實說真的要得糖尿病實 有很多方法 不一定 折合手搖什麼的 有太多因素了 派西雅娜 就是 應該說各種因素加起來 才會造成 就是對 比如說酗酒 或者醜太多菸 不吃飯 什麼的 都可能 就是都會有可能 嗯 那個詳細的話 也是要問醫生比較清楚啦 就我還好 因為我一天喝的量 可能還不到一般的人喝水的量 就我喝飲料量也沒有到那麼的多 就像我現在起來 我可能 因為我剛起床 所以我也是只喝了這個量 因為我也沒有 我作息本來就沒有跟大家不一樣吧 就是我一天起來 醒的時間 可能 沒有那麼誇 就是沒有到 會要喝到那麼多飲料 或者是水之類的 就是我是不是連 一天要喝多少水啊 1800cc嗎 我可能連這個量又不到吧 大概只有一半吧 差不多 遺傳嗎 這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我們家有沒有遺傳 對啊 對啊 所以就 都一定會有一點影響啊 就是如果是那種 比較不好的 習慣什麼的 一定都會有影響 吵架而已 對啊 所以就是沒辦法 你家不抽他還是會抽 因為他就已經習慣了 就是他就會跟我一樣 就是你知道我 我那種 一天不抽好像哪裡怪怪的感覺 就是一天不喝 然後喝過那種怪怪的感覺 哈哈 而且說真的就是喝飲料 應該算 大部分的人都聞名病了吧 哈哈 就覺得沒飲料好像會死一樣 會啊 練習的時候都喝水 不然就是運動 運動飲料之類的 就是電解質的 運動飲料之類的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比較缺嘛 所以我就會 還是 運動的時候一定是喝水啊 但是就是 沒有運動的時候 基本上我是不會喝水 哈哈哈哈 控制不了自己 你知道嗎 我沒辦法一直喝水 不然以前沒有的 就 絕對以後不會 沒有啊沒有剛睡醒啊 也沒有剛 也不是剛睡醒啊 大概 四點多吧 哈哈 不要問我為什麼 因為我昨天真的睡 我就是 對我睡眠時間很奇怪 而且我想說 反正沒事就睡多一點 因為我的心理狀況 我真的假的時間 大概 對 所以我大概睡到了 下午四點左右吧 嗯 有沒有剛睡醒那麼誇張啊 想太多 因為我只是剛剛 一直在忙別的東西 然後有點 現在有點想睡覺 因為我剛剛在忙別的東東 因為我剛剛在忙別的東東 我第一次還蠻好像演唱 那一張花的肥料 我不是剛才解遊戲 嗯 但我沒有解得那麼晚 就是 後面不知道 後面我也不知道我來幹嘛 後面在幹嘛 我後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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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人生 什麼鬼 我後面在 後面我也不知道我在幹嘛 反正我後面沒在玩 那我不知道我來幹嘛 發呆吧 不過我很奇葩 我後面我也不知道我來幹嘛 怎麼都是皮啊 不喜歡吃皮 走開 我一直在吃菜耶 我今天吃了好多菜 沒有耶 昨天大概打到兩三點吧 然後我後面就不知道在幹嘛 後面在休息啊 然後就聽音樂啊 放鬆一下 然後 聽音樂唱個歌 之類的 好像也很晚 對我來說那是我的正常時間 一天沒有所見 你可能就開始恐慌症了吧 對 一天沒手機我可能真的會恐慌 除非 你可以讓我有一個 我不需要手機 也可以做任何事情的 空間的時候 沒有手機我沒差 真的 我有時候 嗯 比如說有時候心情不好抽啊 其實但是 可能在我要很 很心情很差的時候 才會這樣 我可能就會把手機 整個關掉 因為我會讓 任何人都找不到我 聽起來很可怕 可是讓任何人都找不到我 然後 我在那邊做我的事情 就是打電動什麼的 我可以不用手機也沒有差 可是 其實我要有別的事情做 比如說睡覺 打LC什麼的 然後手機可能就會被我晾在旁邊這樣 哈哈哈哈 我除非拿來看時間 不然我實際上也 就是可能就不會拿 就不會拿手機起來看這樣 派州很喵喵 不要 因為面皮很非常快 拼我就 我就不知道放哪裡了 這就是加機率 對啊 嗯 對 反正癌症這種東西本來就很 特別 因為每個人的身體裡都會有癌細胞 只是有沒有爆發的問題而已 就是我們都會有那個 我們都有癌細胞的那個基因在 就只是 它有沒有被觸發而已 所以 對 大家都可能得癌症 就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或者是會不會出現而已 所以就很難講啊這種 這種事情很難說 怕洋公公 因為也有那種就是 對很健康 明明就很健康的人啊 然後突然 突然有什麼 突然就得了什麼癌症什麼 也是有 可是 比較少啦 但還是有 我不喜歡 因為 出門就是要花錢啊 你出門還是要花錢 你出門不用吃東西嗎 出門不用交通費嗎 就是都要啊 所以其實我 有時候寧願待在家裡 因為家在家你頂多就是花吃的錢嘛 所以你就不用花交通費啊 什麼的 就頂多花吃 反正你也是要買外面的吃嘛 就是你出去交友也是要買外面的吃啊 而且說不定更貴 因為有些地方 觀光景點什麼 或者是一些景點什麼的 就是通常價位都很高啊 除非你吃路邊攤啊 那種很便宜的東西 不然基本上就是很貴 然後 所以我就寧願 我有時候真的沒事的話 我也寧願待在家裡 打電動什麼的 我也不會出去逛街 而且我出去逛街就很容易亂花錢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 無法克制自己的人 所以有時候都會寧願 我就跟他想說 不要我要待在家裡 因為我出去就會亂花錢 所以有時候不出門這樣 超可怕 因為我真的出門就很容易被誘惑 跟你講 哪裡最容易誘惑 就是地下街跟 安妮美特 所以我每次都覺得 不行 然後去了那個地方 我一定會 可能會亂花錢 什麼的 但最近安妮美特呢 今天呢 出了新的 安妮美特咖啡出了新的 那個 那個 咖啡的主題 是A3的 那個遊戲的 他也有出動畫 對 動畫是新的 就是他先出了遊戲 好可怕喔 到處都是誘惑 愛細胞也不想吃愛細胞啊 很貴壽子 可以玩嗎 我可以玩嗎 可以玩嗎 可以玩嗎 我可以玩嗎 你玩嗎 你玩嗎 我可以玩嗎 你玩嗎 先離開吧 掰掰 咖啡咖啡 當然要啊 不用訂路 我會瞎掉欸 當然不可能啊 上網比較可怕 我覺得出去也很可怕 我是出去跟都很可怕 對我來說都很可怕 我不管在哪裡都可以花錢 是我很少會 平常會逛網 那個啊 購網站 所以對我來說沒什麼差 我想買的時候我還是會買 但是 不買的時候就不會買 就是連看都不看 就是可能就對我來說沒什麼新意念 那我就不會看 對 啊你沒得看 你還是看 對我來說沒有差啦 我在外面我可能也不會想事情吧 我在哪裡其實都一樣 比較我寧願待在自己的家裡 因為我覺得自己的空間比較安心 因為我覺得自己的空間比較安心 我反而不會 我反而不喜歡在外面 思考事情什麼的 因為外面大部分都是我 就是我會覺得外面都 我就是不認識啊 我會覺得沒有安全感 對我來說戶外就是 雖然說可以放鬆什麼的 可是就是我覺得 不知道 我不喜歡 不喜歡 有一堆 不認識的人的感覺 吧 或是戶外就來說 就也沒有什麼 需要去 沉澱的嗎 我覺得 沒有差 就突然出外面逛逛就只是 哦 因為我可能剛好想去晃晃啊 或者是我可能剛好想去去 逛街看電影什麼東西 可是就是逛街就是 逛 可是也不知道幹嘛 就是沒有 就是毫無目的的逛 可是也沒有什麼想法 這樣 你不要用信用卡 但是可以獲到付款 哈哈哈哈 哈嘍天空 有沒有需要借貸 沒有 我跟你講 哪裡的都需要 哪裡都會問你需要不要借貸 超反胃 是一直被問說 哦你有沒有需要貸款什麼呢 我不知道怎麼說怎麼賺什麼呢 然後我說哦不用謝謝 哈哈哈哈哈哈 我已經負債了 不需要 笑死 就每次看到那個什麼 廣告推銷就直接掛掉 完全不結了 就直接不結 超壞的 先不要 先不要 先不要哦 太危險了 真的 完全不辦信用卡了 因為我知道我這個人會很容易 我很容易克制不了自己花錢 所以呢 這個人不喜歡辦信用卡 加上我覺得 我覺得我應該也辦不了信用卡 嗯 以我現在的狀況來說的話 以我現在這個狀況來說的話呢 我是辦不了信用卡的 對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林卡應該跟我說 哦不好意思 你的條件可能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辦信用卡 我之前好像記得 我之前好像記得 有一次就是我要辦信用卡 還是什麼的 也不算辦信用卡 但是他跟我說可以 開通吧 之類的 然後就說 哦不好意思 我的狀況沒有辦法 開通 哇 超好笑 不是說我不想開 是他不讓我開耶 這就覺得還蠻好笑的 所以我 哦好沒關係 那就算了 結果是因為 沒辦法開 你知道嗎 超白癡的 好慘哦 怎麼買 昨天買到是要借貸 蠻尷尬的 這也是啦 我覺得不需要 我真的覺得 真的不要讓自己 有一個 借口 要去貸款什麼 除非你真的是什麼 買房 買車什麼 那我覺得還好 可是其他的花費開銷 我覺得用到借貸 就還蠻誇張的 我被銀行 我被銀行拒絕 超好笑 然後說不好意思 是不是要借貸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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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笑 我就 喔好沒關係啊 因為我也覺得沒差 那我對我來說就 沒有差 因為我覺得不要有信用卡比較好 只是 有信用卡才危險 就是很容易刷爆啊 之類的 所以我就是那種可能 吃那種可能很容易刷爆信用卡的人吧 太危險了 我哥哦 我哥也不用說他應該也幫不了信用卡啦 聽起來好慘 啊他不行啦 好好笑喔 他應該也沒辦法 對 他現在應該也沒辦法吧 他現在應該在家裡 在家裡耍費 太卡啦 好好笑喔 一天就吃蜜蜜爆 所以那種人衝動 而且我可能不是買什麼名牌或什麼 可能是買別人有雜一雜八的東西之類的 存款信用卡 你可能跟一般金融卡差不多吧 是不太可能刷爆啦 可是我就是 因為我本來也不是那種什麼 很物質的 我不太喜歡 一直買名牌或什麼東西的 因為我本來也不是 也不是喜歡 我也本來也不是那種 很喜歡名牌或什麼的 因為沒有到喜歡就普通的 沒有什麼概念吧 就覺得真的有看喜歡的我可能才會買 但是沒有喜歡我也不會特別為了 買名牌或去買名牌或什麼的 對 就我是通常是 喜歡那類型的東西我可能才會買 但是我不會 因為它是名牌或所以想買 對 什麼是王道銀行 郵局嗎我也沒有在用郵局的 因為郵局我也是純卡 純...純...純潛鈴 對 但現在也沒有在用... 現在沒有什麼在用郵局的卡 這樣又有卡通局 我知道啊 應該算是金融 對 我就是那種一般的金融信用卡吧 但是我也不太會用那個 因為我覺得 對 反正我是一個不太會用那種智障 我真的是白癡 就是我不會用那種東西 就是那什麼線上... 線上扣款 就是線上幫你刷的那種 就是也是從你的金融卡裡面扣的那種 我也不會用 對 所以... 嗯... 我就是一樣就是用現金這樣 所以我也沒有用過那些東西 對啦 就是一個問號 可能不會用吧 就也懶 所以我就直接... 直接用附的比較快 謝謝... 中佑的追蹤 喔... 真的不用那種東西耶 完全我好像老人家喔 完全不會跟進那種... 先進的東西 因為我朋友很多都是直接用那種線上付款 就是拿... 手機給他刷就可以扣款的那種 然後完全不知道怎麼用 完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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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知道怎麼用那個東西 哇...我好老喔 不是啊跟我童年人都要用好嗎 什麼鬼... 很穩染的去用那種東西吧 因為我有點懶得去了解那種東西 所以就... 不太想用 那你加上另外一點是因為我覺得有風險 因為手機這種東西是... 有可能會被... 倒用啊 或者是... 之類的 或者是... 太進去什麼的 所以對來說... 就好像也沒什麼差啊 就是我覺得... 反正... 就只是另外一個比較方便的方式 就是... 附險方式耶 但我覺得也... 還是有一點風險吧 甜奶我也會覺得不要用雞翅肉 超難咬的 完全不知道怎麼吃它的肉 那你打UBER1會倒死吧 太可怕了吧 切切果汁 喔...真的很不喜歡皮耶 好難藥喔 我也是拿來當那個 刷那個什麼 我的信用台是拿來刷 刷那個搭車用的 什麼好笑 而且它的肉有點太硬了 就是不是那種很嫩的肉 它的肉質我沒有很喜歡 因為有點太難咬了 肉質我真的要取銀行 對啊 有點麻煩 我很討厭要錢好像要到銀行裡 不用到銀行裡 ATM裡面零就可以啦 不是只要ATM就可以零了嗎 為什麼還要回到銀行零 太麻煩了吧 用什麼 用什麼 E-payment 優惠 怎麼樣 太懶了吧 刷臉 刷臉可能比較安全吧 雖然我覺得整型的話就不一定了 呵呵呵 整型的話怎麼算啦 好好奇喔 太佳陽 對啊 我也是錢都放皮夾 不是啦 啊你沒錢的時候還是要領啊 呵呵呵 你又不可能全部都領出來 太多了吧 夜龍騎士的咖啡豆 嗯 看風景嗎 還好欸 因為我覺得很麻煩 因為我不喜歡搭很遠的車 也不喜歡搭很麻煩的車 再吃鹹水雞 如果自己開車的話 什麼的話應該還蠻還好 可是 我不喜歡搭常駐的車 然後 也不喜歡搭 我也不喜歡搭遊覽車 太北緣 看什麼方 快得體 不怕我變胖啊 我沒有差 變胖就變胖啊 我這樣也沒什麼差吧 我不會開車啊 我沒有說過我會開車 我不會開車啊 為了日網刷卡 才會開通的 那當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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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慘了吧 我笑 前方 破掉是哪招啊 應該不會那麼剛好 破掉吧 可能被拖還比較有可能 破掉的話 我覺得很好笑耶 哈囉 玉峰 找到 跳過羽獎嗎 raszam 之前有掉過一次啊 不過是在練武士的時候 所以還好 因為這放在 就掉在練武士那裡 是很快就找回來了 所以好像 還好 沒有真的遺失過 所以還好 吃土 一隻罐和巧克力 喝酒 在安利美特是拿膠 但不可能啊 在安利美特可能是撿不回來了 看起來就很危險的地方 好卡喔 最近網路真的很爛 你不知道為什麼 真是的 來念排行 在台北帶過一次 對啊 我覺得很危險 台灣比較 台灣人比較容易貪小便宜 吃乳吃 心得是怎樣 安利美特算什麼 俗徒同歸 可以不要嗎 太危險了 先不要 謝謝強盛的真情告白 愛隆隆 現意沒擠著寶箱跟信的上 公車喔 公車好像蠻麻煩的 公車的話通常比較難那個 除非 就是直接送回那個公車總蛋之類的 可能還好一點 可是被人家撿走就還蠻麻煩的 第十是 孫生 謝謝 第九是 Akira 是Akira 不會 我有時候進到你們的 就會什麼都不買的走出來 對 我很常常這樣 因為沒什麼錢 或是剛好身上 只是沒錢 所以我也不會買東西 就進去晃一晃 然後就出來了 這樣 第七 第八是 Jack Jack 謝謝 謝謝Jack 第七是 太空 謝謝太空 全身的腿 我很常 就是進去 然後就 什麼都不買得出來 上上次有跟 阿潘一起去晃一晃 然後我就晃到了 安妮美特 然後他買了東西之後呢 我什麼都沒買得出來了 呵呵呵呵呵 因為我身上沒帶錢 超好笑 哈哈哈哈 可是他只剩一百塊左右吧 是要買什麼東西啦 好好笑 一百塊連半塊都買不起 你知道嗎 好好笑 第六是 開著 謝謝開著 我很常去換換 然後就默默的出來了 第五是 換你的事 謝謝 OK 好真的假的 那就是被人家撿走了吧 第五是 第四是 不如流 謝謝不如流 今天這東西也很爽 對 就是進去看一看就好 算了 管他的 有的可以啦 一百有的可以扭 因為有的只要料十塊啊 所以其實還好 但我也不會想扭 第三是 草莓醬 謝謝草莓醬 我本來就是那種 有喜歡的才會用 是不是 對 第二是 無糖 謝謝無糖 謝謝 謝謝草莓醬 第一是 阿爾法 謝謝阿爾法 謝謝 謝謝 我超愛玩牛蛋 你們不知道嗎 你們有看過我的收藏嗎 你們知道 真的要把我的包拿出來 給你們看嗎 哈哈哈哈 很可怕 我的包裡面全部都是扭蛋 不然就是一般上啊 什麼的 對啊 我有在玩扭蛋啊 我還有在玩扭蛋 我一直都有在玩扭蛋 只是我很 我都會看 有喜歡的我才會扭 對 我現在的包已經變兩咖了 兩個 因為我的包包塞不下 我就只好拿 卡羅嚕的袋子拿來用 這樣 不要 我要下波了 下一次 呵呵呵 超可怕 他是兩大 也沒有到很大 這是兩袋 就是滿滿大概這樣吧 這樣的包 然後給你袋子 一袋袋子 然後裡面全都裝滿了周邊 有點可怕 對 反正估計還會在累積吧 對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它不會有 它不會有消下去的一天 呵呵 它只會越來越多 呵呵呵 呵呵 好好笑喔 現在的扭蛋本來就很貴啊 而且本來都說是 很多都是日本那邊進 進到台灣的的話 就會貴了一倍左右 對 日本 它就是把日本的錢拿來台灣用 日本是300日幣嘛 300日幣連100 那就才100塊左右 可是在台灣扭要150左右 就是它會貴了快50塊左右 超貴 所以有時候都會看狀況 扭 但是有很喜歡的話 150我還是會扭 而且還要200塊 超可怕 超有事 200塊是怎樣 呵呵 真的貴100塊 這很可怕 會留著 你真的覺得會留著嗎 會啊 我會留著 因為我不會全部都打開來用 我會先放在裡面收藏這樣 喜歡怎樣扭蛋 沒有固定喜歡扭蛋啊 其實我都看喜歡的才會扭 對 比如說 喜歡的動畫的話 通常我都會扭 有喜歡的動畫的我才會扭 或是 或是 喜歡的作品剛好那個扭蛋 我喜歡的話我才會扭 不一定每一種我都會扭 因為有的我覺得 它那個價錢就是不值得 我扭就不會扭 對 因為扭蛋實在是太麻煩了 扭蛋不好收藏啊 因為它就圓圓的 然後它就只能丟在袋子裡什麼的 就是它不是一個很好收納的東西 有特別沒有會扭嗎 那要看是什麼東西啊 如果是我沒興趣的東西 我也不會扭啊 就是通常都是喜歡的作品 我才會扭 不然通常我不太會扭扭蛋 就是那種一般的 一般的什麼 不是那種 不是動畫類型的東西 我幾乎都不會扭 對 我都是扭 對我也是抽一般想跟扭蛋比較多 有時候 我也是大概都是抽一般想啦 因為有時候扭蛋幾乎都不會 也不會由我想扭的 所以 我就不會扭 像上次的是 我扭蠻多的是BL的那個 那個 被想要被 好難唸 那一部作品很難 想 被想 被想 被最想被擁抱的能人給擁抱了 好難唸喔 什麼鬼 它的漫畫名稱真的有個難唸 就是那一出的 BL的 剛開始出動畫的時候 它有出周邊 就是 那個 別針 然後 別針造型的那個 就是反正就是別針 然後它就出 我就幾乎都扭了 就是大概扭了好幾個 因為它還蠻便宜的 好像 50吧 欸不對 有少啊 反正好像才60 60這樣子 才100 反正就是差不多100內 這樣 所以我就扭了還蠻多顆的 而且它那時候 因為它的周邊本來就很少 它的 它的 那部作品的扭蛋本來就很少 所以我就覺得 反正它都出了就扭一下好了 這樣 所以我扭了蠻多顆的 海暖峰 海摩利斯 就那時候 然後後來就沒有再出了 可是我就 為什麼 不再多出一點阿不上 呵呵呵呵 再多出一點阿不上 呵呵呵 再多 海摩利斯 就那時候 然後後來就沒有再出 那都是去地下街 因為地下街比較多 就是比較多日本進來的 不是 對 不是台灣賣的沒有 就是從日本進來的進來的 嗯 最近我好像 也有去啦 也有去地下街 可是 目前也沒有 我想 我想要轉的東西 所以就還好 好啦 我要下播啦 卡住了嗎 我不知道 看不出來有沒有卡 我看不出來有沒有卡 呵呵呵 我看不出來有沒有卡 謝謝CAN的貓鈴鐺 CAN的貓鈴鐺